109级的魔王寨 人修加宠修是一把 2900块 辅助技能强壮神速 神速还没有满 700块钱 师门技能 啥的不佳 大堂官府魔王寨 100亿的经验 刚刚领完那个百亿的授爵 九尾兵狐 加青蛙瓷 是一种特殊的搭配 咋地男后的话 也要给他一个 16000块钱 翻版再给他一个1000 这个浪头刷360 再加上250染色 没了 子女 孩子的话 加上一个多少钱 我看孩子的属性 842加377加43加 238 孩子 哎 这孩子数挺好的呀 兄弟们 这孩子好像感觉属性点好高啊 先立即发 这孩子是1500的 我感觉正常的孩子是4000啊 这孩子的话 感觉应该能卖上一个7000 嗯 现在想说有人说海豚没加上啊 海豚再加500 OK 再看法宝 神器 神器的话 法商再加上法报 法商法报 恐开瓦了 但是 洗的啥也不是 然后 就是两 两级的啥也不是 不是三级的啊 感谢 这孩子是垃圾的 这孩子是垃圾的吗 兄弟们 体质加定力加念力加凝敏 1500 然后先立即发 这个还垃圾吗 有效的数成点 1500 先立即发的孩子 这个也是垃圾吗 1500 感觉挺高了吧 一般我都是4000 这个我觉得 一般1400 它是1500 垃圾的 很垃圾 灵敏太低 灵敏的话 就敏捷太低 很容易不配素 配合物理 对吧 然后它的定力太高了 那我就还是按4000算吧 4500 一千 神器算过了 然后看一下 坐骑 坐骑成长 不能太低 坐骑成长 一个没买 坐骑成长 一个没买 再给它扣500 一个都没买 秦英三叠加 研磨神的鞋 我还是很 很少看到 秦英三叠的鞋子的 就是在109级的 发骑成带 109级 连分度腰带都没有 还带了个水清 项链还没有 可能以前这个无级别 这个装备就比较怪了 腰带给个千元 帽子水清加研磨神 也很怪 特技有用 套装就没用 套装有用 就不要水清的特技 鞋子的话 秦英三叠加研磨神 估计跟100级破语鞋 差不多 加套装 给它2000块钱 衣服的话 是213 差 补点防御 高防摩奈双加研磨神 属性好 2800 武器的话 423极限 1400 双加熔练8点 8加30 38点 有点少 耳式的话 主属性不对 2500 戒指的话 能卖上一个 7000 这零式的话 能卖上一个4000 这零式的话 能卖上4000 血气方钢 一个差不多 100块 400块 行当里没啥东西 宝宝也没有 鞋子 不低了 7 三叠的鞋子 要算上它9000 甚至要到1万块钱 点完套装的 1100 去掉宝石 要算1万 那鞋子的话 又再给它 加上一个7500 好了啊 全号的话 就到这结束了 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 宝宝格子啥的 宝宝格子9个 也没啥拓展的 就这些了啊 好了 来看一下 这号多少钱买的 老板说不到10万 确实不到10万 看出来了 9910 学生们感觉贵的 还是便宜了 这个号啊 59910 好老板购买的价格呢 是6万8 6万8 好老板购买的价格呢